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烈怒施行报应 以火焰施行责罚 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 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 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 那些分别为圣 竭尽自己的 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 吃猪肉和仓鼠并可增之物 他们必一同灭绝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要以烈火的方式来降临 那这种语言当然指的就是厉害的审判 是的 烈火般的降临带来的就是烈火般的审判 凡是拜偶像的人就被审判 下面我们来看第18到21节 就是记载了审判之后带来的对普世的影响 我们来看经文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 时候将到 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 看见我的荣耀 我要显神机在他们中间 逃脱的 我要拆到列国去 就是到他师 普勒 拉宫的路德和土巴 亚丸 并速来没有听见我名声 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 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 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 使他们或骑马 或坐车 坐轿 骑骡子 骑毒风陀 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 作为贡物献给耶和华 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 呈贡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 为立位人 接着审判之后 带来的是什么呢 先自以赛亚这里给我们看见 那就是万族万民的归回 上帝的荣耀显在万民之前 在那些偏僻的海岛都能看见上帝的荣耀 传扬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荣耀普遍显明在万国万民的眼前 目的就是要挽回万国万民来归向他 审判最终的目的不只是要使恶人面对公义 更是因着审判带给万国万民 认识主的机会 将主的荣耀向万国万民传明 接下来22到24节 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主题再次出现 让我们来看最后这几节经文 耶和华说 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 怎样在我面前长存 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 也必照样长存 每逢月朔安息日 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失守 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 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非常明显 重要的主题那就是新天新地 是的 在上一章65章 这个主题已经出现了 不过先知以赛亚 在这卷书结束之前 再次强调 新天新地必然出现 在新天新地里面 他的百姓必然长存 这给以赛亚先知全书的信息 带来一个永恒的盼望和高潮 先知以赛亚在那个时代 不只是呼吁百姓 归回上帝的律法 行出一个公正公义的生活 最后给百姓一个永恒的盼望 不只是看见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 因此引领我们去思考和反省 更是看见这卷书的最后的段落 使我们想到主的荣耀 以及新天新地的荣美生活 恳求主带领 借着以赛亚书的灵修 让我们的心更紧紧归向主 更渴望盼望他 等候他的降临 愿神祝福你 平安